期末时间的已经结束了 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 介绍的是什么地方哪些事情呢 介绍是台湾这个地方 今期有关于台湾的消息 特别多我们特别关注到的是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会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进行的这一次会面 以及呢可能会在其中表达的态度 这呢当然是大家关注到北京反应的焦点 一旦在这一次会面中出现北京认为过激的举动 那么可能又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危机的一次升级 在介绍台湾之前呢 首先感谢为我们打赏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艺人打赏 感谢天地支持打赏 感谢明哲打赏 感谢我是ZZI打赏 感谢G打赏 感谢陈通打赏 感谢Donald Frank打赏 感谢云水打赏 谢谢这一些啊 这一些这个观众朋友们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 有关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女士过境美国的更多消息 我们随时为您关注 同时明天也会为大家关注到 川普前总统正式被逮捕的有关消息 明天华尔街论坛再与大家见面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你可以打开字幕和我一起读这本书 我们频道获得独家授权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 台湾简本 关于台湾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全书播放 作者 瑞秋李 出版社 简报出版社的briefing editorial 介绍 欢迎来到台湾简本 一开始只有台湾 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岛屿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非常适合耕种的气候 第一批定居在台湾的人是南岛人 他们来自现在的中国南方 紧随其后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汉族移民 他们来这里寻找新的机会或逃离中国大陆的混乱 台湾的历史是漫长而复杂的 其特点是和平与冲突时期 1800年代初 台湾被中国清朝吞并 成为中华帝国的一个省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经济和社会发展 以及中国在岛上的强大存在 然而 在1895年 中国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战败后 台湾被割让给日本 这标志着台湾历史的新篇章 因为该岛现在处于日本统治之下 日本时期是严格的殖民统治时期 台湾人民受到压迫 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受到压制 但在1945年 当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台湾回归中国时 一切都再次发生了变化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动荡时期 中国内战在大陆肆虐 中国国民党或国民党逃往台湾 国民党以铁腕统治台湾 引起许多台湾人对他们的统治不满 1970年代末 台湾开始自由化和民主化 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出现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台湾经历了奇迹的经济转型 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今天 台湾是一个繁荣民主的国家 拥有丰富的文化 充满活力的经济 它是全球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也是美国的重要伙伴 第二章 台湾地理 台湾地理是一个迷人而多样的地理 该岛拥有地球上一些最多样化的景观 从北部的白雪矮矮的山脉到南部的热带海滩 台湾也是各种气候区的所在地 从亚热带到温带 台湾岛位于西太平洋 中国东部和日本南部 台湾是一个岛国 其主岛被称为台湾本土 该岛长约362公里 宽约143公里 越大于美国特拉华州 台湾的海岸线高度缩近 有许多海湾和入口 岛上还有许多河流 其中最长的是长水河 流长约322公里 台湾的地形大多是山区 中央山脉沿着岛屿的长度延伸 台湾的最高点是御山 海拔3952米 台湾属热带汉亚热带气候 夏季炎热潮湿 冬季温和 该岛每年都会经历多次台风 尤其是从7月到9月 台湾人口约2300万 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 台湾的首都是台北 也是岛上最大的城市 其他主要城市包括高雄 台中和台南 第三章 台湾政局 台湾的政治局势相当有趣 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大多数其他国家不承认 它是一个国家 这是因为台湾被认为 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 然而 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这导致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台湾是中国沿海的一个小岛 它的人口约为2300万 台湾分为两个主要区域 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 台湾是台湾政府控制的一部分 大陆地区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台湾部分 台湾政府是民主的 这意味着台湾人民对国家的运作有发言权 台湾政府由不同的政党组成 台湾的两个主要政党是国民党和民进党 国民党是执政党 国民党自1949年以来一直掌权 国民党是一个保守党 这意味着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强大的军队 国民党也赞成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民进党是主要反对党 民进党是一个自由主义政党 这意味着他们相信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少的政府控制 民进党赞成台独 台湾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中国政府不承认台湾政府 台湾政府不承认中国政府 但是两国政府确实有一些接触 台湾政府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希望台湾政府被承认为一个国家 台湾政府也不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这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希望台湾政府得到优惠待遇 台湾经济非常强劲 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另外三个亚洲四小龙是韩国、新加坡和香港 台湾实行自由市场经济 这意味着企业可以自由地相互竞争 台湾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善台湾人民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 台湾政府一直允许来自中国大陆的更多投资 台湾政府也一直允许更多来自中国的游客 第四章 台湾经济 台湾经济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和哄弹的经济之一 台湾虽然面积不大 但经济复杂而多元化 是世界领先的资讯和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国之一 台湾政府长期支援经济发展 实施了一系列改革 以开放经济 这些改革帮助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并导致人均收入现在高于许多发国 然而 台湾经济并非没有挑战 台湾依赖出口的经济容易受到全球经济状况的影响 而且该国的公共债务水平很高 此外 台湾人口迅速老化拖累经济增长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台湾经济继续增长和繁荣 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 第五章 台湾文化 在台湾 文化都是关于台湾的戏曲 茶道和臭豆腐 台湾戏曲是台湾流行的一种中国戏曲形式 它以其精致的服装和化妆以及杂技战斗而闻名 茶道是台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受欢迎的茶道类型是功夫茶 这是一种正式的仪式 包括茶道大师 助手和客人 茶道师傅准备茶 客人用小杯子喝 臭豆腐是一种在台湾流行的发酵豆腐 它通常与腌制蔬菜一起食用 并且具有强烈的气味 第六章 台湾教育 台湾的教育体系以其高品质和严格的学术标准而闻名于世 然而 它也以其独特且经常古怪的功能而闻名 以下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有关台湾教育的一些事情 第一 台湾是世界上私人补习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第一 学生每周花几个小时在校外接受额外帮助的情况并不少见 第二 台湾的师生关系普遍比其他国家密切的多 学生经常直呼老师的名字 老师给学生个人建议或帮助解决校外问题并不罕见 第三 台湾学生以好学和好胜的天性而闻名 学生熬夜学习考试或从事学校项目的情况并不少见 第四 教育在台湾受到高度重视 父母经常做出重大牺牲 以确保他们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家庭搬到学校叫好的地区或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的情况并不少见 第五 台湾学校普遍强调死记硬背 这通常会导致高考试成绩 但也可能导致缺乏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第六 台湾的教育体系在不断变化和发展 新的教育政策和举措往往很快得到实施 学校也经常进行重组 这可能会导致学生和教师的困惑和沮丧 第七章 台湾的技术 台湾的技术非常有趣 例如 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个人电脑收藏 位于台北电脑协会 他们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手机收藏 位于台湾手机协会 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数码相机收藏 位于台湾数码相机协会 此外 台湾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 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的所在地 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 红旗公司 所以 正如你所看到的 科技在台湾非常重要 第八章 台湾在世界上 台湾是东海的一个小岛 人口约2300万 它距离中国大陆海岸约100英里 与美国马里兰州的大小大致相同 尽管面积不大 但台湾在许多行业 包括技术 电子和制造业 都是世界领先地位 台湾岛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 它最初是由大约4000年前 从中国大陆迁徙而来的 南岛人的祖先居住的 这些早期定居者之后 是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移民 首先来自大陆 后来来自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 台湾从1895年到1945年 是日本的殖民地 然后被置于中华民国 ROCK 的控制之下 1949年 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大陆 中华民国政府和军队撤退到台湾 从那时起 台湾一直作为一个事实上的 独立国家进行治理 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它 台湾是一个多山的岛屿 属亚热带气候 东海岸的特点是陡峭的悬崖 和其区的海岸线 而西海岸则更加温和和渐进 台湾中部是该岛首辅台北 以及其他几个主要城市的所在地 台湾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具活力 和自由的经济之一 该岛是许多跨国公司的所在地 也是商品的主要出口国 台湾也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 台湾文化是中国和日本影响的独特融合 台湾社会以其孝顺和尊重 长辈的儒家价值观而闻名 然而 该岛还拥有充满活力的流行文化 音乐和电影业蓬勃发展 教育在台湾受到高度重视 岛上拥有亚洲最好的学校 台湾还拥有世界知名的高等教育体系 许多大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台湾是世界科技的领导者 许多世界顶级科技公司的总部都设在台湾 台湾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制造业集中地 台湾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许多行业的领先参与者 该岛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活力的地方 拥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 第九章 台北 台北是台湾的首都 也是台湾最大的城市 台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现代化大都市 这座城市是台湾许多政府机构的所在地 也是台湾经济的中心 台北也是一个主要的交通枢纽 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台北是一个对比鲜明的城市 拥有充满活力的夜生活和丰富的文化景观 这座城市也是台湾一些最著名的地标的所在地 例如台湾最高的建筑台北101 台北是一个多面的城市 台北的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第十章 高雄 台湾第十大城市 也是岛上最大的城市 是高雄 该市位于该岛的南海岸 是一个主要的港口城市 该市人口超过270万 这座城市成立于1858年 是一个渔村 最初被称为高尾 1920年改名为高雄 该市属雅热带湿润气候 夏季炎热潮湿 冬季凉爽干燥 高雄是一个主要的工业城市 是许多重工业的所在地 包括石化 钢铁 造船和纺织 这座城市也是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 拥有许多博物馆 寺庙和公园 该市拥有多所大学 包括国立高雄科技大学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和国立中山大学 第十一章 台中 台中历史悠久而复杂 其人民拥有深厚而丰富的文化 该市位于台湾中部 是岛上第三大城市 台中的经济以农业和制造业为基础 该是是许多台湾最大公司的所在地 台中也是一个主要的教育中心 许多台湾顶尖的大学和学院都位于这里 香港也是主要的科技中心 是台湾许多领先研发组织的所在地 第十二章 台南 台南是台湾最古老的城市 曾经是该岛的首府 这座城市以其传统的寺庙和热闹的夜市而闻名 台南也是几所大学的所在地 包括国立成功大学和国立台南大学 台南的经济主要以农业和制造业为基础 这座城市也是一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 拥有许多历史遗迹和美丽的海滩 台南人民有好热情 是体验台湾文化和历史的好地方 第十三章 英哥 英哥是位于北部的一个小镇 它以其陶瓷工业而闻名 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蓬勃发展 该镇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山谷中 周围群山环绕 气候属雅热带气候 夏季炎热 冬季温和 英哥人有好好客 他们也为他们的城镇及其历史感到非常自豪 陶瓷行业是英哥的心脏 该镇拥有许多工厂和商店 生产从中国传统瓷器到现代艺术品的各种陶瓷 英哥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该镇风景如画的环境和众多陶瓷商店 使其成为台北的热门一日游 如果您想体验台湾丰富的文化和历史 英哥是完美的起点 第十四章 北投 北投是台湾台北的一个区 它以其温泉而闻名 这些温泉是在1800年代初发现的 泉水位于北投谷 四面环山 据说温泉具有治疗作用 深受当地人和游客的欢迎 该地区有许多酒店和度假村 可通往温泉 北投谷也是北投温泉博物馆的所在地 待博物馆致力于温泉的历史和文化 博物馆收藏了有关泉水 及其多年来使用方式的文物和资讯 北投区也是台湾第一条铁路的所在地 该铁路建于1800年代后期 铁路现在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北投地区以其风景秀丽而闻名 是远足和其他户外活动的热门目的地 该地区有几个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北投区是台北第二大大学国立阳明大学的所在地 该大学在北投谷设有校区 以其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而闻名 北投区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以其温泉 风景秀丽和大学而闻名 第十五章 淡水 台湾 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 是东亚的一个州 它的北部和西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壤 东北部与日本接壤 南部与菲律宾接壤 台湾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最大的经济体 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台湾岛面积为35807平方公里 13855平方英里 是世界第43大岛 台湾位于中国东南沿海 九州主岛西南部 琉球群岛末端正西 它位于中国大陆以东约180公里 112英里处 该岛的特点是一系列山脉从北到南 许多河流穿过平原 最高点是3952米 12966英尺的御山 使台湾成为世界第四高的岛屿 台湾东海岸面向太平洋 西海岸面向南中国海 该岛长约1000公里 621英里 最宽处为380公里 236英里 主岛由大致相等的两半组成 北部为台湾本土 南部为闽南 该岛气候炎热潮湿 容易遭受台风袭击 台湾分为16个行政区 分为四大区域 台湾北部 台湾中部 台湾南部和近海岛屿 首都是台北 其中包括大台北的主要都市区 台湾是发达国家 人均GDP排名第15位 它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作为世界第21大经济体 其高科技产业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台湾在新闻自由 医疗保健 公共教育 经济自由和人类发展方面排名很高 第16章 九份 九份是位于台湾东北部的一个小镇 该镇以其周围群山和大海的美景而闻名 它也是许多传统台湾企业和房屋的热门旅游目的地 九份镇由清朝于1684年建立 该镇的名字意味 一百个中的九个部分 指的是最初定居在该地区的九个家庭 在日本占领台湾期间 九份是一个重要的采矿城镇 该镇的矿山生产金 银河铜 在此期间 该镇的人口增长到一万多人 日本人离开台湾后 九份的人口下降 该镇的许多矿山都被遗弃了 在1980年代 该镇成为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九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独特小镇 该镇的传统商业和房屋 是任何来台湾的游客必看的景点 第十七章 士林夜市 士林夜市是台湾最大和最受欢迎的夜市之一 它位于台北士林区 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 夜市以其种类繁多的美食和购物选择而闻名 这里也是人们观看和沉浸在热闹气氛中的好地方 市场每晚从日落开放至午夜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轻松抵达 这是一个便宜的饭菜或购买一些纪念品的好地方 士林夜市有适合每个人的东西 如果您正在寻找吃饭的地方 您将被宠坏 夜市上到处都是出售各种美味佳肴的摊味 从臭豆腐和珍珠奶茶等台湾街头主食 到烤蝎子等更具异国情调的选择 您在这里不会挨饿 士林夜市也是购买纪念品和礼品的好地方 您可以找到各种台湾小食品和小食品 以及衣服和配饰 尽管您正在讨价还假 但一定要花一些时间享受市场充满活力的氛围 第十八章 台北101 台北101也被称为台北环球金融中心 是台湾台北新一区的地标性超高层摩天大楼 该建筑于2004年被正式列为世界最高建筑 直到2010年迪拜哈利法塔竣工 2011年 该建筑被授予利白金认证 这是能源与环境设计领导力 利 评级系统的最高奖项 并成为世界上最高 最大的利认证建筑 该建筑地上101层 地下5层 总高度为509.2米 1671英尺 当其高度达到其最高建筑特征时 它是世界上第八高的建筑 该建筑的总建筑面积约为40万08千平方米 438万平方英尺 它旨在抵御台风和地震 101楼的观景台享有台北及更远处的景色 该建筑是台北首个将世界级建筑 可持续绿色设计 多层公共交通可达性 以及购物和娱乐设施相结合的地标 台北101 这个名字最初是为了反映该建筑作为世界上最高建筑的地位 在迪拜的哈利法塔超越了该建筑的高度后 其名称改为台北世界金融中心 反映了其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作用 该建筑由台北金融中心公司TFCC拥有 由远东机构管理 台北101由CY Liam Parker设计 由Dar Alhanda设计 这座101层高的塔楼于1999年开始建造 并于2004年完工 该塔于2004年12月31日开业 该建筑的后现代主义风格融合了风水等传统设计元素 让人联想到装饰艺术 该塔的设计可以抵御台风和地震 世界上最大的品质阻尼器位于建筑物的最上层 有助于抵消台北频繁地震和大风的影响 结论 台湾的一切都很棒 历史如此有趣 地理如此美丽 政治如此精彩 经济如此强劲 文化如此生机勃勃 教育如此之好 技术如此先进 我非常喜欢学习有关台湾的一切 我相信你也会 以上是台湾简本 关于台湾你需要知道的一切 都已经看到这了 请点赞 请期待 我们为您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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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